你有想過捐血這樣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好 變得更漂亮、更美麗 而且比較不會鬆垮垮的嗎? 我們就來聊聊吧 有個實驗是這樣子的 他們對一群活跳跳的老鼠 讓他們跟人類一樣去捐血 頻率大約是兩個禮拜一次 持續六個禮拜 換算成人類大概是每兩個月捐一次血 持續捐個一年 他們發現這群捐血的老鼠 皮膚的厚度竟然明顯的增加了 我們從組織切面可以看到 欸!真的變厚了 中間是捐0.1cc 大概是5%老鼠的腫血液量 0.2cc大約是10%的腫血液量 換算成人類 剛好差不多就是捐250cc 以及500cc的捐血量 而且只要老鼠捐得越多 皮膚的厚實程度就會提升 捐得越多 皮膚會比原來沒有捐的對照組 還要再增厚個兩倍 不只這樣 我們還可以看到膠原蛋白的數量 有明顯的提升 而且也是捐得越多的那一組 膠原蛋白的含量會比沒有捐的那一組 多了整整兩倍啊 你沒聽錯哦 不只是皮膚的厚度變厚而已 讓皮膚緊實 而且有彈性的膠原蛋白 數量也會大幅的增加 好處還沒玩哦 這些有捐血的老鼠 他們身體的脂肪細胞的大小 竟然縮小了 而儲存在肝臟的 三酸甘油脂的含量也下降 我們從老鼠的外型可以看到 他們還真的變瘦了 而且捐得越多的那一組 瘦得越多 而且肝臟的三酸甘油脂含量下降 這讓老鼠得到脂肪肝的機率也會下降 而且另外還可以幫助減緩身體的發炎反應 捐血會增加一個叫做TGFβ1因子的數量 他們可以幫助身體對抗發炎反應 還可以讓老鼠裡面身體的衰老細胞的活性下降 讓身體從細胞的層級達到回春的效果 減少各種疾病產生的機會 捐血還有一個大家比較少知道的效果 它可以減少身體裡面過多的鐵含量 過多的鐵會增加體內代謝廢物的堆積 也會增加心臟病、癌症發生的機率 也會增加大腦、阿滋海默症、帕金森氏症的機率 也與肥胖有關 雖然動物實驗不一定完全適用在人類身上 但是老鼠跟我們一樣是屬於哺乳類 新陳代謝方式有一定的雷同 只要沒有太多的風險的話 多半大家都會比較樂觀的去解讀這些結果 而且捐血還真的能夠幫助到其他人 當知道這個研究之後我就立刻去捐了 而且也打算一直捐下去 我印象蠻深刻的 捐的時候因為捐血戰大缺血 戰長還特地過來跟大家道謝 鞠躬道謝喔 也缺的太嚴重了吧 總之你不想透過捐血幫助到其他人都沒關係 但至少為了自己的美貌還有身體 定期去捐的話會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這支影片只著重在美貌的效果 其他還有很多身體上更多的好處 而且捐血還能夠拿免費的飲料跟餅乾 好吃 好那我是帕克我們下次見啦 去捐啦